都说这个新上线的到齐三款跑车的暴率非常非常高 本质不抽白不抽的原则 这种暴率这么高的转牌怎么可能错过呢 于是我就冲了一组准备安排它 本来想着只要拿下一辆就满足了 万万没想到这个暴率太惊人了 简直不敢相信 我要抽这个轿车版本 中间这个需要两辆车加上升级喷漆才能换 先抽吧 第一组没有抽车全是兑换币 第二组直接出了一件套装 第三组兑换币 接下来几次都是兑换币 突然捡币出现了 出了一辆紫色的 果然暴率很高呀 但是你们知道吗 抽到这辆之后连着后面又出一辆 我的个乖乖 虽然是一样颜色 但一下子出两辆也太爽了 惊喜还在后面 又抽中了一组浆华 然后下一组又又出了一辆车 我的妈呀 这暴率真的无敌 我现在有机会拿两辆车合成中间的辆 抽就完事了 抽不到喷漆换币又有机会换 六百 六百对外面抽到啦 嘿嘿 够了够了 万万没想到呀 我竟然能抽到这么多 现在我去买喷漆 然后合成中间那辆 合成之后会牺牲其中一辆 正好牺牲抽到重复的这辆 简直完美 一组拿下三辆车 好久暴率没那么高了 赶紧去游戏里看看 看 这是第一款 哇 这颜色还行 然后就是这一辆 这辆黄色的你们应该都很熟悉了 妹妹很久之前就有 嗯 接着就是这辆合成的 这颜色挺亮呀 这品质还是相当不错的 赶紧开始打圈杠塞点东西 呦 有信号枪 送了半天发现这个劝有点远 所以我还是选择直接飞进拳台发射信号枪 就来这个假车库 来了一个小人机 他的身上有一把大喷子 我直接先把石心炉存在这个地方 然后把喷子也拿下来 然后我掐压着一算 这里可能是决赛群 可能会被很多人攻 所以把喷子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哎呀我去 这空头香呀 哇哇哇 梦讲舞的狗偷袭是不是 竟然还直接开车过来 你小子挺高的呀 现在年轻人真有胆领啊 谁知道我刚宽完他 他撒腿就跑 好家伙 我还是太高看你了 没一会儿 又过来让蹦蹦 他终于相投 我直接下去换上喷子 来 你上了一个试试 让你体验一下突然去世 大层大层 我直接一喷 拿下 又发现一个 算你运气好 这一枪没打中头 没有八倍镜 有八倍镜这个拳才交手 马路对面这个人 我看他跑去拿了普通红筒 不知道是不是舔了一把大局 回来后又和我对 我直接一枪送走 不好意思 无情之机 接着炮龙又看见一个吉利福 这个人头更铁 另外他还发了一把信号枪 我以为他手上是狙呢 他竟然敢用步枪和我对 前面几回合他有点优势 哇 四倍镜有点难用 但是我可以失误无数枪 但你中一次 哪一次呢 就是这一次 还敢不敢皮了 这很关键 这个人是一把亨子 一会儿他那个炮龙在圈 幸亏把他干掉了 这里被刷出去了还来人 这时候就乱到咱们十字炉登场了 对着这个方去疯狂轰炸 我就是炉剑少了点 他被我炸得老惨了 妈呀 这一箭竟然没射出去 他应该被炸到了 但是现在好像十字炉被削弱了一点 之前刚出那会儿 只要打中人必死 打中角都一样 现在不行了 现在打中一箭死不掉 最后全快松了 赶紧走 看到没 炮龙这里没人就很爽 这个打我的AW我们来对枪 然后刚刚防去那个 冲到他脸上 直接被扫了下来 好残忍 好无情 现在就夹着他出来的位置 只要赶出来 我直接一枪搜他跪西 再见 拿下成功下集 好了 我是唐欣 下期视频见 拜拜